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电动车在冬季的一些实际的用车表现 所以我们并不是一个EV H100的项目 那姚老师给我们讲一下 我们到底这几台车要经历怎样的测试呢 我们在4天之内会完成三个大板块 七个具体的项目 因为在重理的是一个零下20度的 一个夜间零下20度 白天也在零下五到零下十度 我们一个环境之下 我们来看看车辆一些在续航充电 以及动态方面的一些表现 那这些表现呢 我相信也是很多电动车用户 包括潜在电动车用户非常关心的 包括我们也会涉及到 能不能开座椅加热呀 能不能开热风啊等等 好吧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挨个儿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九台车到底是什么车呢 本次冬季实验室九款产品的选车维度 均为2019年上市 且关注度较高的纯电动车型 我们首先对参加测试的产品 做一下简单介绍 北汽新能源EU7 NEDC续航里程451公里 比亚迪Song Pro EV NEDC续航里程502公里 广汽新能源INLX NEDC续航里程650公里 即核A NEDC续航里程500公里 威马EX5 NEDC续航里程520公里 小鹏汽车T3 NEDC续航里程520公里 此次冬季实验室 共分为7个测试项目 包括高低速续航 冷热车充电 冷车静置掉电 暖风空调升温 以及冷车动态加速测试 同时在充电测试环节 你将借助中国气炎的专业设备 对车辆的电池管理策略进行观察 进一步加强测试的严禁性 为了统一标准 此次参与测试的车辆 行事里程均在5000公里以内 都将包含控控系统所消耗的电量 车队抵达河北重理后 当晚对第一个测试项目 冷车充电进行准备工作 在室外零下7度的条件下 所有车辆电量将处于30%以下 并静置10小时 大约临车4点 测试正式开始 已经在低温下放置一夜的车辆 将面临低温充电的考验 测试开始后 人员将每隔5% 对冲入电量信息进行记录 主要记录数据为电池温度 电池电压 测试目的是获得车辆的低温下的充电性能数据 并了解电池温控系统的辅助效果 同时借助中国气炎的设备支持 在测试中也将产出充电桩及测试设备给出的共两份数据 现在我们所有的车辆的冷车充电已经结束了 然后我们今年的冷车充电测试 跟去年有一个区别 因为我们去年没有辅助的设备 只能通过充电桩的这个表显信息 来看电池的生压跟升温的速度 那么今年的我们借助专业的设备 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数据来验证 车辆在低温情况下充电的一些实时的表现 那么也会让我们这次的结论变得更严禁 根据测试结果能够看出 此次参与测试的9款车型 电池温控系统在充电过程中 都起了明显的辅助作用 这也是利用技术手段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中期电动车充电效率的问题 但结果也能看出 目前车与车之间的冷车充电效率 差距依然较大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就是 此次测试中最重要的环节 续航测试 那续航测试呢 我们分为低速和高速两个板块 对没错 因为可能冬季的电动车续航的 这个表现一定是大家最关心的 那这个低速呢 我们平均时速大概是在30左右 对没错 那这过程中我们一定是可以开工桥的 因为现在真的冬季 就是一方面是电池的衰减 一方面就是空调的功耗占比 也是大家最关心的 对所以这个我们也是替大家 在冒着这个续航里程危机的 这个心理恐惧啊 对来跑一下 好吧现在我们上车去调车我们有统一的调车规则 太冷了 要来我已经上车了 咱们在出来之前 所有车辆把车的状态也同意一下 一个是空调 咱们所有车辆的温度统一在26度 然后风量的档位是自动 然后第二部分呢 就是咱们调一下车辆的驾驶模式 所有车辆选择最经济的模式 ECO或者经济模式 反正选择车辆最节能的这个驾驶模式就行 好现在我把这个车辆调整到 刚才姚老师说那个状态 我们就要开始出发了 现在要把它清零 那你就直接倒这就行了 那路线都可跟你一样了 没有别的 在续航测试中 车队将根据预设的路线 分别进行城市低速 以及城际高速两个场景的测试 其中低速测试 车队将保持匀速30公里每小时 行驶110公里 高速测试中 车队将保持匀速70公里每小时 行驶约230公里 同时 所有车辆将设定26度暖风公调 档位挑至自动达 监测人员将每隔20公里 对车辆的剩余续航 实施电耗进行记录 测试结束后 根据车辆每行驶1公里 所消耗的表显续航 进行比例计算 最终得出车辆高低速续航的能力 在续航测试结束后 车辆会返回充电站 将电补满 出入电量也将作为 车辆100公里的电耗数据 进行辅助参考 通过测试结果 可以看出 低温环境下 空调以及电池温控系统的介入 都将对车辆的续航里程 形成直接影响 但参与的9款车型 由于自身基础续航能力比较高 在续航缩水后 相比去年 红期车型 仍有了较为明显的进步 因此 提高产品的基础续航 成为了解决 冬季续航衰减问题的一种 有效方法 我们刚刚进行完的是高速续航测试 现在我们马上正在进行的呢 是热车充电测试 这个车充电呢 就是在从高速续航下来以后 车辆电池还有温度的时候 马上对电池进行充电 同时我们记录在这个充电桩上 实时显示的这个充电的电流 电压等等数据 并且我们还借助了BDU 在线电池PAC测试仪 那这个测试仪呢 相当于是连接在这个充电桩 以及我们的电车之间 同时记录这个车辆 充电的实时电流以及电压 这样通过两个数据的整合参考呢 我们最后的测试结果 也会更加的准确 高速续航测试结束后 车队立即进行了热车充电测试 相比于第一天的冷车测试 车辆在行驶了约230公里后 电车的温度相对较高 测试数据的记录方式 与冷车充电相同 产车的数据 已将用来与冷车充电数据相对比 以观察车辆综合的充电表现 通过测试结果能够看出 多数车型的冷热车充电 峰值功率变化不大 但个别车型出现了较明显的功率差值 数据说明 目前纯电动车电池装对温度较为敏感 冷车热车在充电效率上有一定差距 这一现象也会反映在 我们冬季日常用车的场景之中 现在我们的车在经历了 一宿的挨动之后 马上要进行的是掉电测试 因为昨天晚上 我们已经把车的电都充满了 对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一看 经过一宿挨动之后 这些车有没有掉电的情况 我们昨天在充满电之后 记录了车辆仪表盘上的 总续航的讯息 那举个例子如果是500公里的话 那么在零下15度以下的环境 静置一宿 那它的续航里面会不会发生变化 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去记录的数据 然后在记录之后 我们会再次把车辆的电量补满 然后看能够充入多少电量 这个电量数据 也会作为我们掉电测试的 一个辅助的数据支持 对 那在经过这个测试之后 我们就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就是空调测试 可以看到今天真的非常热 非常满下水雪的 对 那在这种状态下 肯定很多人上车第一件事 就是开空调热车 那所以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半个小时的测试来看看 它能够对车有一个多么好的暖车的效果 同时也看看电量的掉电情况 我相信这点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同时之后我们会再次进行充电 把车再充满以后再进行下一个项目 没错没错 好今天真的太冷了 赶紧上车吧 就像手机在低温下会出现电量衰减一样 纯电动车在室外放置一夜 会不会出现续航的下滑呢 这也是我们对车辆进行掉电测试的目的 在该测试项目中 我们将充满电的车型在室外再次静置一夜 第二天清晨将车辆启动后 与头一天晚上满电时的续航数据进行对比 观察车辆的表显续航是否会出现衰延的情况 同时我们也将会对车辆再次进行电量补满 充入的电量数据也会作为掉电测试的参考信息 根据测试结果能够看出 仅有两款车型出现了明显的续航下降 而部分车型续航虽未减少 但充入了较多电量 根据此前充电测试中的经验判断 此类车型的电量基本用在了电池加温上 在掉电测试结束后 我们立即进行了冷车空调测试 测试头一晚 我们将温度计粘贴在副驾头枕位置 测试开始后 将车辆暖风空调温度调至最高 风量调至最大 持续30分钟 测试过程中 人员每隔5分钟对温度计自行数据记录 同时测试者始终在车内 避免因上下车造成的温度影响 测试结束后 我们同样再次将车辆补满电 冲入电量将作为观察空调能耗占比的参考数据 该测试还原了我们冬季的用车场景 当清晨进入冷冰冰的车内后 空调多久能让车内拥有适宜的温度呢 根据测试结果可以看出 纯电动车的炙热效果与能耗关系较为直接 想要在寒冷天气获得充足的室内温度 车辆的能耗便会相应增加 此外在寒冷天气下 热泵空调的节能优势并未体现出来 且炙热能力也比较一般 因此PTC空调仍是目前效果更佳的技术类型 在崇礼地区的6个项目结束后 车对把车充满电 统一使用拖车运往北清巴拿岭机场 进行此次冬季实验室的最后一个项目 冷车动态加速测试 第一弯除了会影响续航 是不是也会影响车辆电池的放电效率呢 冷车加速测试就是为了解答这个疑问 哈喽 大家早上好 那现在我跟姚老师呢 在工作车里要从崇礼去往巴拿岭机场 我们其他的小伙伴都在工作车上 然后呢也是坐车过去 然后我们的所有的测试车辆都已经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整备完毕充满电 上板车 今天直接通过板车去往巴拿岭机场 那这样也是为了让我们的车辆在今天测试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好的 大家基础一致的一个状态 对 没错 就是其实跟咱们之间测试一样 也是要保证车辆是一个冷车的状态 这样让它从冷车的状态呢 直接进行动态的测试 也来看看低温对这个电池的放电效率啊 和车辆的性能有没有一些影响 好了 那我们现在继续往哪开吧 拜拜 在环境温度同样处于零下的北京巴达令机场 9台车将在这里完成统一标准的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测试 测试前 每台车将调整至标准胎压 且电量在90%以上 在测试中 车辆将开启运动模式 关闭空调及车身稳定系统 最终的测试结果 也将与车辆的官方加速数据进行对比 通过所有车辆的测试结果可以看出 低温环境对车辆的性能并无明显影响 且部分车型还超过了官方加速成绩 好了 截止到现在呢 我们所有的冬季实验室项目就圆满完 非常感谢 所以我们必须在这颈码视线时 庶辆的时间 都有提升 非常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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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